安心 你不需要委屈交权 钱很快就到这儿 谁也威胁不了你 叶开 你不要胡闹了 十个夜 不是你说拿就能拿出来的 什么 有人给公司打了十个夜 怎么回事 还没让人打吧 谁会给你打的 安心 可能是金额太大 银行出了点问题 所以晚了些 赶紧说一句 好了 叶开 我知道你想帮我 但你只是我公司的一个保安 你怎么可能拿出来十个亿呢 秀才 这钱是我给蓝星的 蓝星 我说过 只要你答应我 我一定会帮你 郭强 你还要点脸吗 蓝星都没答应你 你怎么可能提前给钱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蓝星勇奈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这下 你应该亲干亲热的家人 郭强 刚刚在医院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的 我可不认为你有这么好心会把钱打给我 这钱就算不是叶开给的也绝对不可能是你 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不是 周蓝星 郭强 那抓到的女人 还没有到不了手呢 想逃出我的手感性 你们两个怎么还在一起 不会刚给你们的小脸肚送完葬的 孟雪焦 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恶毒啊 怎么了 难道那个小脸肚没死我 不说错了吗 孟雪焦 我们的女儿很好 你嘴巴给我放开 进来 我 我 那倒是不可能 叶开 你不要忘了 你不过是我们家一个坠绪 你怎么有脸这么跟我说话 你 你还当是以前吗 你是你打吗 叶开 我给你没完 够了 那叫 你这个废物多说什么 咋能出去 对对对 周蓝星 我料你也拿不出十个亿 所以 赶紧把这个公司转到学习签了 我就让你再碰 怎么样 孟雪焦 你跟海云飞狼狈为奸 想把蓝星卖了 你把心卖了 你什么意思 十个亿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孟雪焦 我奉劝你一句 不是自己的东西 就不要想得到 更何况是这种歪心思 十个亿 他怎么可能能解决 你们 还是赶紧给我回去 给海云飞赴命 没能买下我们周氏集团 他一定会 收集 对不起 这个怎么办呀 我们先去找飞鸽汇报 我先去找飞鸽汇报 我等着 喂 飞哥 我这种事啊 就跟你做完信仰了十个亿 说过听话失败了 以后别人再联系我了 费务我不用我 喂 飞哥 喂 怎么样 董事 飞哥那边怎么说 草 忙活了半天什么都没得到 他跟我说完以后别联系他 我从现在这么考慎 你还能找到什么考慎 你现在就是个废物你知道吗 我 你不关系 你别找我两个 你别要当父老娘 成为不太远 你去 小你 谁小人 你 月辰 今天的事儿谢谢你 你先去站好 嗯 月辰 你有事儿随时喊我 月辰 我背后你是周杰 月辰 你真的不用 那以前的生活面对 什么 我郭强连业 妈 公司的危机根本就不是郭强解决的 不管是不是他解决的 郭强实力雄厚 人家不介意你有孩子 他想和你结婚 这可是你的福气 妈 郭强他人品不小 我不管他多厉害 我周杰森就是肠肠的 郭和彤彤两个人有力度也很好啊 不行 留不得你 过几天你就会不解决 喂 不行 你妈妈比你跟郭强结婚了 不行 他根本就是个人家 你不能打扰 叶开 你真的会守护我一世终全吗 当然 我绝对不认定我 好 那我们结婚 妈 回来了 哎 男性 我跟你说 那个郭强 妈 我和叶开已经结婚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提郭强的事了 蓝星 这是贵的外婆对是不是 这个叶开 他不再给你贵的宝贝 他又是个特宝贝 我一定打扰 哎这喜能 喜啊 妈 叶开和孟雪娇已经离婚了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我知道他的人品 我嫁给他不比 嫁给郭强好百费啊 莫莫 我跟孟雪娇当年的婚姻就是个错误 蓝星就我的命 唐东也是我跟蓝星的孩子 什么 哎你说什么 你就是当年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一夜怀孕之后你跑了 哎 留下蓝星其个人 辛辛苦苦 我都扶养长大 这些年 你知不知道 蓝星为了你能有个事 受了多少位去 我知道 我知道以前都是我的错误 但是以后我会百倍的对 彤彤还有蓝星好的 妈 当年是我自己执意要收下彤彤的 这不光也开的事啊 蓝星啊蓝星 哎你是辣开身体 已经给达错了 当年生成那个拖腰兵 也就算了 现在还要跟这个拖保安全婚 哎 你能不能让我过点好日子 妈 妈 我心意已决 我会好好赚钱 让您过上好日子的 我也希望您能成全我 哎 造孽 业开 你这个臭暴安 之前抱着风雪椒的大肚 现在又来挂害我女儿 哎 你这软饭真的香啊 人家吃上瘾呢 不不不 哎 我告诉你 行啊 我跟你多说一句话都恶心 蓝星 赶紧把他给我带走 妈 我和叶开已经领证了 他现在是我老公 他自然是要跟我替代一起 哎 蓝星 哎 叶开 你一个都废了你 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上美女去承担你们的职业 屁 我吃早要把你赶的 对不起啊 我妈说的话你别介意 没事 这么多年我能重新回到你身边 而且很慢 饿了吧 带你去个好地方 佩蓉呀 你闺女年纪轻轻的 未婚先玉 好不容易有一个公子哥喜欢 你还不好好珍惜 非得嫁给一个看满狗 这样是我 非气死不可 哎呀 我叫你们来是帮我抽主意的 你们怎么还火上交友 就要气死我 哎呦 佩蓉 人家崔姐 也是来给你抱打不平的了 哪个女儿 人家不叫妈省心呢 我女儿可眼光高 她找了一个秋价大少爷呀 嘿 那不然 她也得打光棍呢 哈哈 我女儿呀 她找了个比她大 二十五岁的老男人 虽然说家产过亿吧 说不准哪天死了 她还要守火管呢 那老男人死了 那家产不都是你女儿的了吗 这火把手的多好啊 哎呦 还是你们的女儿啊 您是礼 呦 说曹曹曹的就到了 佩蓉 你看蓝星来了 旁边站在是不是你的把女婿 哎呦 你们怎么跟过来了 啊 我们来吃饭 来 佩蓉 我们再来一块儿吃饭 我们不说你 哎 少爷 你们在聊什么呢 哎 你先别坐 在我们家吃饭 没用的晚辈 是不能上桌的 要么 你们出去吃 要么 你在旁边看着 concluded 你 by bwd6